让艺术走进社区国际连结在地 有很多外籍艺术家驻村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今年和花莲县美术协会合作 举办了每周自由绘画日 期盼让东西方的艺术家用绘画来做交流 分享彼此创作技巧和思维 也激荡出新的艺术火花 更欢迎民众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 有鉴于花莲地区从事水彩创作者不多 也苦无固定教学场地 花莲县美术协会理事长蔡振颖 因缘际会与推动花莲艺文风气的慈恩艺术村结缘 双方一拍集合 与时规划美洲常态办理的自由绘画日 让在地与国际的艺术家以绘画作交流 把绘画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先把它迁徙到艺术村这边来结合 那也就是说它这里有一些国外的这些艺术家站 那我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 跟这个国外的这些的这个艺术家 来做一些交流 也让我们的这个学会这一部分的这些会员同仁们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接触这些所谓境外的艺术家 他们的这些所谓的理想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可以都有比较多一个广泛的一个了解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的一个他们所谈出来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可能过去来讲 究竟在台湾这边在花园这边本来就有一点点保守了 那我们也可以趁这种机会就了解别人而来进一步的打开我们的新门 我们今后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走的一个方向会比较清楚 我们的前辈们呢也非常的认可我们的方向 然后也表达非常的愿意跟我们来一起努力 为了我们家乡的这个一文风气来贡献心力 所以特别感谢这个我们花园机协会的长辈们 非常支持我们年轻的创作者 以及我们这个外国的创作者也跟他们有很好的互动跟交流 那我们这一次呢推出就是每周的这个自由绘画日的一个计划 就是邀请了全花莲或者是全台湾 只要你在花莲就是周日跟周一的这个时间呢 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 只要你喜欢画画画得好或不好都没有关系 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同好 大家一起互相切磋互相学习的一个平台 这也是我们慈恩艺术村跟我们花莲线美术协会呢 接下来会持续推动的一个长期计划 自由绘画日每周日一上午十点至下午五点 开放一般民众参加 反对绘画创作有兴趣民众 欢迎自备颜料画具和画质前往 更多详情请搜寻脸书粉丝页 慈恩国际艺术村 记者长邦彦 杰安箱报导